有人 郑仔你干嘛 鬼鬼祟祟的样子 什么鬼鬼祟祟 我来买东西 那你买东西不用叫我的吗 今天就直接冲进来 我天天要叫你 你又不是我老婆 天天来到 老板娘我来了 天天这样子说 我说了要买什么 你也听不懂 所以我自己找 那你找那么久 找到了没有 还没找到 是不是被你放厂底下了 你要什么你跟我讲 毕竟这店是我的 我比你熟 我说了你一定要听得懂 我也没来学 今天我要拉个地铁 什么 你上我这来买地铁 我要是能卖得起地铁 我还开这个店干嘛 我说那种地铁 不是你说的那种 我说那种地铁是 每家每户都有的 一进门就看得到的 写着欢迎光临啊 出日平安的 哎呀 那个不叫地铁叫地毯啊 在这边跟我来 哎呀 谁教你的地毯叫地铁 拿这全是地毯 看你要哪一个 这么多啊 这总多少钱嘛 这个28 能不能便宜一点 不能 老板娘我最近没什么钱哦 我也是老顾客 能不能借点钱 给我去修汽车 我汽车坏了 老顾客又怎么样 我跟你很熟吗 那这个 能不能便宜一点嘛 便宜两块 哎呀好了好了 给你了 袋子 要什么袋子啊 是不是家里又没有垃圾袋了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难道我买这么大开的东西 不用袋子张吗 这个拿着就顶在头上 刚好下雨 这样遮雨啊 给 哎呀 要遮你自己遮 像什么啊 一个大男人 人家以为我去哪里 拿别人的东西哦 好好别说了 给你拿一个 给 这么小张张 张你的头哦 张哦 装你的头 装你头 刚刚好遮雨 给你拿个大的 行了吧 给 那也好 刚刚好 这什么鬼 样子 这还差不多 每一次都是这样 不要那么抠门 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我就天天来 这什么作型啊